A社的多纳多纳凭借其独特的画风 在宣传起初就得到了极大的关注 发售后更是取得了巨大的流量 多纳多纳的成功之处 除了余界的画风 其游戏模式与设计观设计也是可圈可点的 但是作为原画师的余界名扬天下 而脚本家与剧本家却至今还默默无闻 那么这次我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本作的剧本和脚本组合 两位头子 在介绍这二位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剧本家和脚本家的区别吧 剧本家主要负责的是游戏整体框架的构造 并制定大体的故事流程 相当于是决定故事大方向的人 而脚本家负责的是具体故事的描写 扣的是具体场景和细节 打个比方 如果把制作游戏比作是建一栋房子 那脚本家的工作就是打下地基 设计建筑的主体结构 而脚本家的工作就是根据建筑的主体结构 干布局设计 房间装修的活 虽然目前业界大部分编剧还是剧本脚本一把抓 最多找一些助手帮忙写 但不少会社还是会采取剧本家写大纲 小本家写细节的模式来出学剧本的 A社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不过我还是先强调一点 A社内部对于工作的划分可能并不绝对 小本家到底有没有参与整体剧本的撰写 企划人是全权负责剧本大纲 还是只参与剧本设计与本身的企划 目前还是有争议的 观众的OP里 他俩的职位一个是总监 一个是剧本 可是既参考员工日志和作品介绍里 他俩的关系更像是剧本和脚本 由于相关的访谈和日志比较少 我只能按照现有的资料和stuff名单分析 尽量做到参考多方面信息 也确实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 此前那个多纳多纳的视频都多有谬误 望各位海涵 那么我们暂时先抛开这下面这些内容 来看看多纳多纳的剧本和脚本组合 两位头子吧 首先 这两位剧本家和脚本家的日语名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都称呼他们为头子呢 因为他们的ID确实都有头子的意思 前者ID的前半部分就是头子的意思 而后半部分的意思是滚 所以可以简称为头子 而另一位的ID源自于DMD里的ED6 进行一次六面头的判定 实际上也是头子的意思 并且 这两位的作品多有重合之处 实则方面也有很多的交叉重叠 因此 我觉得把他俩和在一起讨论比较合适 这样即使出现错误 也只会宣定在这二位中间 不是ED6干的 就是头子干的 由于二人的称呼非常接近 我又不会日语 在下文中 我会用头子和ED6来分别称呼他们 以此作为区别 在A社新世纪出道的剧本家中 我认为ED6是其中的佼佼者 ED6出道于06年的战篮外传 这是一部免费发售的小游戏 体量很小 并不能体现ED6的实力 不过 这是ED6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参与脚本工作 在随后的作品中 它更多的是负责剧本企划 与游戏设计相关的内容 像是校内支线区域 就是ED6的创意 这部作品体现了ED6两个特点 极致创意的游戏设计 以及黑暗戏谑的剧本风格 在它的《折挤于大帝国》后 ED6拾起了这个支离破碎的企划 重组了已有的内容 成功完成了大帝国的制作 拯救A社于危难间 虽然大帝国的剧本反响平平 但ED6能拯救这个连他大都放弃的企划 已经算是能力出众的了 经过这次大帝国之乱 A社内部也算是认可了ED6的能力 随后ED6担任了蓝401和03的监督 在这两部作品里 ED6展现出了强大的剧本掌控力 ED6的剧本风格与他大非常相似 都善于使用戏剧性的场景 来表现黑暗荒诞的主题 再配合上他出色的游戏设计 使得《蓝丝重制》系列 既保留了原版的味道 又让游戏整体焕然一新 因此获得了极佳的风评 在这之后 ED6担任了多纳多纳的监督 这作继承并发扬了 窍内支线区域的优点 融入了赛波朋克式的世界观设计 并利用它擅长的戏谑手法 来表现故事 再加上余界色气的画风 因此让多纳多纳收获了巨大的成功 可惜的是 ED6已于2021年6月26日 宣布从A社离职 和余界同期离开A社 回看ED6的作品 其作品风格非常有A社传统 细续为表 黑暗为理 这一点可能与它 初期合作对象是 Tada和上天窗舞有关 除了剧本方面 ED6在游戏设计方面 也是颇具能力 多纳多纳 蓝丝重制 乃至继承自Tada的大帝国 在游戏性方面 都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以上两点 倒是非常标准的A社游戏风格 可以说 ED6又成为下一个Tada的请制 因此Tada离开 对于A社的发展 其实影响颇大 算是跟着苗红的寄生人出走了 说完了ED6 我们再来说说头子 相较于ED6光鲜夺目的履历 头子更像是一位 能辅助优秀剧本的绿叶型脚本 头子出道于2013年的 粉彩零音3 粉彩零音是Hilo的作品 头子只负责其中部分的脚本 这部作品最终只收获了73分 315Data的成绩 这对于头子来说 算是一个失败的开始 但随后 头子先后参与了蓝401 03的脚本工作 这两部作品的口碑极佳 正在一定程度上 证明了头子的能力 在蓝401和03制作期间 头子还参与了 五小少女队的脚本工作 随后还参与了 超昂神奇的制作 可惜这两部作品的口碑都比较一般 后来头子更是参与到了 蓝40和东纳东纳 这两部超人机作品的制作中 它更是成为了 可以与ED6和鱼界 齐名的核心制作人员 是属于头子的高光时刻 在这之后 头子便开始为超昂大战 撰写文案 这几个稿日 头子再没有参与其他游戏的制作 头子在蓝401 蓝403 蓝4010 以及东纳东纳里 都有高光表现 而在《粉彩0013》 《无小少女队》 《超昂神奇》这几部作品里 就表现平平 由于很多作品都没有太多 制作人方面的资料 访谈之类的 因此我们很难去讲 头子到底为这几部作品 做出了多少贡献 它也并没有组织过剧本工作 导致我们很难去界定 头子它到底有多强的剧本功力 但回想起《粉彩0013》 《无小少女队》 和《超昂神奇》的平衡表现 多多少少还是可以看出一些 头子的工具人本色 只能说它在蓝丝重置 与多达多达里的表现 而且能称得上一句 优秀脚本家的评价的 那么两位头子 我算是介绍完了 这也算是对上次那一天 多达多达杂谈的一次刊物 希望下次别又翻出什么新东西 把这次的介绍又全盘推翻了吧 如果你有相关资料 也可以直接联系我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